未来你会有固定的范围 固定范围 你就用for 如果你没有固定范围 你可能当某个条件 它为true的时候 你就进入做一次 但如果直到它不是true的时候 它就跳离 那就fire 所以for回圈是有范围性的 fire回圈是没有范围性的 可是一个条件 那如果说 我们知道有这两个回圈 那我们怎么样 可以把我们想要的结果给做出来 比如说第一个 简单讲一下 就是请各位帮我计算什么 1帮我加到99 1加299的总和帮我print出来 你总不可能说 我今天用计算 1加2加3 不可能因为数字太多了 所以通常的话 你就让它怎么样 不断的去变里面的那个i的值 有没有 比如说i我第一次就先跳1 然后当它下一个就变跳2 再下一个变跳3 那跳的过程当中我就把它累加起来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这里的话呢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1加到99做出来的话 该怎么做 ok 首先的话呢一样 把那个画面先切给我一下 ok 切一下 ok 好 那大概print给各位看一下 反正就类似像这样 计算总和 那怎么做 我们逐一来看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先到这边好了 第一个因为我要计算总和 所以我先负语 将来sum一个空的零的值 因为我们家累加累加都放在sum里面 第二个的话我要告诉说 我要帮我那个在1到99之中变化 所以我需要什么一个for的回圈 那因为我知道范围是1到99之间的值 所以我for i 那这个i是自己取的一个变数名称 跟vba一样 我需要用i 好像很奇怪大家都喜欢用i 反正习惯就好了 ok 那你当时我可不可以for n 可不可以啊 for a可以啊 那只是习惯 in 但是这个写法跟vba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你已经习惯到vba 你把人家记一下 for i in 后面空一格 你要一个范围 所以你用什么range range 那range特别注意 那个range就一律小写就对了 他跟刚刚vba里面有range range它第一个是大写 你不要没事把它打大了就错了 pison里面是区分大小写 那你跟他讲说 我要的范围是1到99 所以1开始 刚刚那个range概念 我们认真range有没有 到99其实就如果你要的是下一个值 所以1到100 我们后面100 ok 然后呢记得哦 有点像if后面不是要个什么 结束这个叙述 要加一个什么 冒号 ok 这样都ok了 所以enter一下 那你会发现他一样会帮你缩牌 这个缩牌是一定必要的哦 意思就是在这个回缺里面执行 他会执行什么 当我先抓 所以他会怎么先帮你抓第一个 把1塞到i里面 所以i会是1 然后换下一个 i就变2 就塞到i里面 所以这个i的值会不断变 他1一直变变变变变变到99 那在变化当中的话呢 我要把它累加 啊怎么累加 对就sam 因为如果有学过其他语言 就不要累 sam等于什么呢 sam自己本身 0嘛 加上i 这样子 ok累加 这种写法其实跟VPA 其实一样的 把后面的词加起来 所以他第一次是1嘛 1加上0 丢回去前面 所以特别说 这个等号应该是 把后面的这个词 复语到前面哦 ok 存在前面的意思哦 ok 然后最后 就123 是一直到99之后的话 那我把它print出来 所以这边记得 print 怎么把sam print出来 让我知道一下里面的值 ok 试一下要不ok 把它执行一下 ok 看一下 结果都ok了 应该没问题吧 但是呢 顺便讲一下 这种写法 有没有 这种写法还可以更精简 像java里面有没有 如果你有学过java 如果没有 你另外一个写法 因为sam 等于sam 好像有重复到 所以你可以另外一种 加 等于i 这样也可以 ok 那其实你说老师 那可是 像我记不起来 我写这样可不可以 那也可以啊 没有人 反正写出来结果都一样 而且这种写法跟vva相容的 可是你在vva里面 如果你写这样子 就会有bug ok 所以看各位吧 如果你实在不习惯 不然就写这样就好 你也没有必要多寄一个 只是那样的写法好处是看起来比较精简 可是好像精简 精简也不知道精简到哪里去 有吗 有精简一点吗 只是反而好像不太好 会不会比较不好理解 反正你知道有这种东西 但如果暂时记不起来 你就记这样子 那最后的话也许你就是再加一个什么 加总结果 有没有 然后串接 不过串接你可能要怎样 把它转型 转型什么 转型一下 就是什么 加总结果 前面就是讲加总结果 那这里当然你说老师 我用forment这个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啦 可是我觉得 有时候 杀鸡不用牛刀啦 ok没事 不要把程式越写越复杂 好 那就加总结果 冒号 这边加 ok好 这样的话可以把它 加总结果 四九 ok 那另外还有一个写法 如果你这边string 不要的话 有个方法 你这边加个逗点 逗点有没有 这样也可以 它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输出一个 再输出第二个 那它会自动在中间加一个空白 输出看一下 这样会不ok 这样也ok 只是说会多一个空白 ok 逗点 第二个 你就不用转型了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 画面先还给各位 把那个1加到99 其实你加到990 它很快 现在CPU真的超快 两下 即便你加到99,900 它也在瞬间马上帮你加完 那不过你如果说那如果要乘呢 可不可以 乘等于 sum等于sum乘以i 也可以啦 加总结果 所以请各位用4回圈 帮我产生1加到99的结果 那这个4回圈 我觉得它用到的几率 可能会甚至比画回圈多很多 工作上好像印象中用到4回圈的几率 好像永远会比画回圈来的高 那主要是因为你大家已经知道说那个范围了 而且像那个资料库比数好像也都 就是说你也大概都知道比数了 所以你也大概知道说跑到哪里停下来 如果说当然如果你实在是不知道说 到底跑到什么 到底什么时候停下来的话 恐怕你就是要把它改写成坏回圈 至于要怎么把它改成坏回圈 后面我们还会再提到 所以第一个 如果我们用到4回圈的话 请各位记得就是4i in range 那这个in range的话 这个range方法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 帮你产生一个什么 类似像这样中瓜糊的东西 它就是1 逗点2 逗点3 一直帮你产生到99 意思就是说range这个方法 就是帮你产生一个串列 里面就放1到99 所以这个方法其实就是产生一个串列 所以你就for i in range 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串列里面 它自动帮你把里面的数字一个一个帮你把它抓到 抓到做什么做累加 累加的话就是sum等于sum加上后面这个值 最后把它print出来 ok那今天的话大概就先讲到第三个单元的那个加总 后面还有一个变化题 这个变化题我想回去可以自己再试一下 那再来的话还有那个for回圈里面 或fire回圈里面都有continue跟break 尤其break非常重要 break就是让你的程式停下来 还有step 另外的话呢我们后面还会讲到有关那个99层发表 其实主要是要如何用那个for回圈跑出一个99层发表 那这个我想回去可以想想看 这个有点有点难度 那最后我是把它写完之后 写成好像非常简单 只有几行程式吧 四行程式其实就可以把99层发表跑出来 不过可能要思考一下 那今天的话大概就先讲到第三个单元的开头 哦 哦 哦 OK